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aypicker的话我觉得这个不用说啊 所有的旅行啊订机票之类的 或者是你的calendar之类的全部都有选日子 但是Daypicker这个东西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每次选来远去 有时候选到后面到前面去又忘了选到哪里 然后有时候搞错月 这个是设计当中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选日子 我觉得这个的话因为很多设计师在尝试啊 现在没有太多的人会说颠覆传统 做一个重新的一个表格 目前来说这个是最保守的 就是给你一个日历一样的一个Daypicker 让你选日子 但是当你跟别的月去交互替换 当它的跨度变得超过两三个月的时候 这个Daypicker变得非常难用 因为我完全已经不知道 我选了哪个月 是前面还是后面 这个让用户很困惑的 所以这也是比较难设计的 slider的话也是选东西 就是比如说你买东西选程度 或者是在用filter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订机票或者订时间 我要订两点到四点之间的 它就是一个slider可以选 可以有双双重的 单向的都可以 然后一个range 它是一个范围嘛 所以它是一个等于相当一个过滤的 一个filter的功能 这也是表格当中的一种啊 所以看你需要什么样的设计需求 选用你觉得最有效的表格方式 这才是设计最重要的地方 而不是说哦 因为这个好看我去选它 千万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和概念 然后我觉得表格的东西的话 因为今天我就是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我嘛 博下节课还会继续说表格 因为这个章节都会都会说表格 天天表 有一个什么好的练习呢 就是你想象一下 那我作为用户来说当然是填的越少越开心 你是不是可以避免表格 如果可以避免的话 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没有人喜欢填表格 无论是digital还是用笔写的 我都不喜欢 Can you streamline it 就是如果你逃不掉 必须填必须注册 必须登录之类的话 你可不可以streamline it 这个streamline就是一个使用的一个experience 就是一定要让大家简单 然后告诉我要填什么信息 然后最准确的填 而不是说我这个东西填一遍 填三遍都填 填不完的话 我就火大了嘛 因为现代人都没有耐心的嘛 设计就是让大家变得更懒 更暴躁 所以好的设计就是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你想要的任务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Can you delay it 就是说什么样的信息出现在什么时候 是设计的一个难点 也就是说当我把信息呈现给你的时候 当然这些信息有很多层很多种 那我什么时候给你给用户 那我作为一个设计师很难决定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困难的地方 就好像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还记不记得以前的网站设计 如果这是一个laptop的话 画的有点丑 sorry 这边是个trackpad 这边是键盘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界面叫什么 那个界面叫fold 现在电脑都很薄 而且只有一个插口 假设 香蕉牌电脑 那以前的网站就是说 这边有一个menu在这里 然后一个logo 然后这边会有很多大图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线 因为网站就是你第一眼看到的嘛 然后这个东西叫fold 也就是说很多人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上面 然后fold以下来就是次重要的 但是经过测试发现90%以上的人全部都是页面还没有loading完就往下滚了 大多数人都往下滚了 上面看也不看 页面刚就是loading完就开始滚 有时候还没loading完就开始滚 也就是说这才是设计师最头疼的地方 那我应不应该把这样的信息放在页面 就是首页呢 所以现在好像这个数据告诉我们 这首页并不重要 因为没有人看首页 所有人都会往下滚 因为现在都是玩page website嘛 所以你什么时候给大家信息 什么时候给大家action 就是你什么地方是让人家读的 什么地方是让人家点的 这个东西就很困难 因为你并不知道嘛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设计的一个难点 就是说当你设计产品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 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需要我的用户给我回应 我需要我的用户点击这个button 我什么时候只需要用户阅读 我什么时候想要用户只要往下滚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从这个delay上延伸过来的 这个是有一点复杂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也在摸索 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考虑设计的出发点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关于网站这个food的东西 因为它已经很过时了 没有人 你们想象一下你们开电脑 是不是直接往下滚 不管去什么网站 不会说盯在最上面看 根本不会 所有的人的focus都在最下面 反而 所以它有很多网站设计 它会把action放在最下面 就是说当你滚完了 它需要你做action了 怕button出来了 或者有时候那个button不在那里 但是它看你读读读读完了 然后差不多停了 在这个地方停了三秒五秒以上了 它buttonshow up 然后吸引的助理告诉你 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那国内大多数网站 因为广告的原因 所以到处都是跳出来的东西 把你眼都戳瞎了 所以就没有设计可言 也没有用户体验可言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 还是再多看一些 就是不同的设计吧 还是挺有用的 不要光看好看 一定是自己用 自己去体验 然后自己去思考 作为设计师 不要就是随便看看 就是要想一下再看 或者看一下再想 也都是可以的 会对你自身的思考 和那个design process 是很有帮助的 我话虽然这么说 但我并不是每次都想的 所以我也是逼迫自己 可以尽量做到那样 Can you get a data some other way 也就是说 这个data还是一样的问题 因为关于就是typography的话 你还是一个信息处理的 一个设计 那当你在设计 就算在设计表格的时候 你也是可以想一下 我这个地方是可以这样放 给大家选 我也可以用checkbox选 我也可以用那样选 那我为什么要用 我选择的这个方式选 它好在哪里 它为什么就是 是首选 我觉得这个设计师 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练习 因为你知道注册的话 有万万种 千千种 可是每个软件设计的 登录注册 却又不一样 那他们有他们的道理 而且当他们在更新 改进的时候 也都不一样 就是他们是会有 有他们的原因在后面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 就是去挖一下这种东西 而不是说看一下 好看 那也没什么用 然后最后的话 因为今天第一节课嘛 我就给大家看一个实例 然后这个例子是 Virgin America Virgin America是一个 美国违征航空 这不是英国的吗 但是anyway 这是美国的 然后他们航空公司呢 在去年的时候 把整个航空公司的 买票网站 全部都重新设计了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 平时购买机票的 那个使用经历是什么 因为购买机票 其实挺难设计的 因为大家会来回改日子 大家会来回对比价钱 大家会来回对比 航空公司的选择 这个因为大家都要便宜嘛 所以其实全世界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关于购物中的东西 这是universal的 就是你怎么想的 其实别人也怎么想 并不是因为你low 其实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当然免费的最好 然后就是要更便宜 但Virgin的话很有意思 因为所有的 包括美国啊 所有网站的航空公司 网站的都非常的旧 非常的土啊 我随便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 AA航空啊 就是这已经算是改进的了 他就是给你一张照片 很大的 然后你是要找飞机 你是要check in 还是fly status 查航空的航班情况 你是来回的 单程的 还是来回家旅馆的 然后这个是你是 这个他比较聪明了 他已经是告诉我 我的机场附近 他已经自动选了 这个话他默认 我是 今天是5月4号 然后 就是我没有 他这个框 已经是默认挺好的 也就是我进去只要改就行了 不改我点都不用点 又省了我一个点 然后去哪里 然后默认的话 也都是一个traveler 这个已经是比较智能的了 因为如果他这里写 很多网站的表格很蠢啊 他上来就是零 那你想 我去旅行 我怎么都不可能是零个人 所以我怎么都要点一下 改成一或者二 或者是更多的 所以 这种网站就聪明一点了 他直接是给你默认的一 那你要加人再加人嘛 然后最多到六个嘛 他就是给你 这样给你一个picker 一个 这就是一个drop down 然后到六 那如果我有十个选项 就啪 就很长 然后 所以 每一种表格的使用 都是有限制的 所以大家就是有利有弊的吧 所以大家用的时候 还是要想一下 然后左边是log in 然后他会告诉你啊 这个是AA A advantage number 什么的 last name password whatever 所以这个的话 不能说不好 但是他已经是有改进的 因为首先 他不是要我填机场 他已经默认了附近的机场 除非我要选 就是其他地方机场 但是anyway都没有损害 因为我怎么说都要打一次 不然的话 大多数几率 我都不用重新打 然后日子 他也是默认的 然后这个的话 我不知道他怎么pick出来 5月11号的 反正他就是默认了 给你七天六天 一个礼拜的时间吧 然后travel这个事 我很赞同的 就是你上来默认 就是一天 那这种都是传统的 顶机票的网站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国内的话 东方航空什么之类都能看 可以学习一下 看看他们是怎么做表格的 然后呢 为什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virgin virgin就是去年 不知道找哪一家 那个设计公司 设计了一个 订机票的 就是把它全部重新 rebranding了 然后实之哗然啊 就是也让我哗然 就是完全跟所有 订机票的网站 一个不同的设计感 我先不说好合话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这个网站上 首先什么照片都没有 他只有最上面选的 你要来回单程 multi-choice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go 你想去哪里 一个非常亲切的问候语 然后你看到整个页面上 最大的只有三块 有多少guests 然后从哪里去哪里 然后三印之后 都在最上面的右边 然后这边的信息 都非常的secondary 非常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页面也没有广告 非常清晰 除了这边有一个很贱的 一直在动的 一个animation之外 然后其他都没有任何干扰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一下guest 首先点开这个 这个非常小的animation 不知道大家看得见 非常微妙的一个animation 也是很可爱 然后这边默认的就是一个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种是智能的 你就是怎么说都是有一个人的嘛 然后这边它没有一个slider 它反而是加和减好 也就是说你加一个加两个 因为通常旅行的话 你不然一家人之类的 也都是三四个人 用不着就是点很多 然后不需要切换输入 为什么 当你用的不是加减 然后是填几个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要点一下鼠标 然后呢用到键盘 然后再回去用鼠标 点击下面一个键盘 然后输入下面的信息 这样是不是很烦 其实这样会slow down your process 也就是会很慢嘛 所以它用加号减好 其实看起来是很小的一个 设计上的变化 其实对石油流程上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来自哪里 它也是默认的 知道我的GPS location 大家不要觉得说 我的隐私被窥探了 其实在互联网时代 你早就没有隐私了 而且你自己都在 po自己的东西 对不对 bloody show off 你还要什么隐私呢 别管了 然后我们去哪呢 我随便想去看坤好了 然后当你选到 是坎坤的时候 这个按钮之前是浅色的 当你选了一个地方之后 它就变色了 然后是一个call to action 就是心理助力毅力 之前是很淡的白色 一个框而已 你选完之后 它直接变紫的 就告诉你 你可以点我了 点我吧 就这个意思 然后你就点吧 点之后 发现什么呢 就是所有其他信息都没有了 它放到上面去了 然后这上面是 等于是你一个default 一个信息 什么航空 从哪里到哪里 多少人 多少钱 机票 然后整个页面 只有日历 没有别的东西 然后这个日历告诉你什么 就是你选两号走 是多少钱 选三号走 多少钱 四号great 没有available 没有机票 它整个页面 在你选定了 就是起始点 到终点之后 它给你下一步 只有日历 因为你想做的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选日子 所以它整个把日子 放到那么大 让你选 也是够可以的了 这个很颠覆啊 你整个页面 只有日期 那我选一下 我从二号出发 六号回来好了 然后它整个 就是一个动画 然后queue 又到了这个页面 这个是connection flights 也就是说 告诉你就是 你可以选 你想要的经济舱啊 头等舱啊 然后告诉你 有一些不是直达的 是转机的 所以告诉你在哪里 有转机 然后哪些机票 是可以退款的 哪些是不可以的 就是类似这种 比较detail的information 然后我选一个这个 现在机票好贵啊 然后告诉你 五个小时 然后回来的时候 那就便宜一点吧 做经济舱 然后给你选位子之类的 这个是有位子选的 然后告诉你一些条款 然后这边有个loading 然后你就得 continue as a guest 然后我就开始 得输入信息嘛 然后因为这个 我刚刚订的是 国际好白 所以它还需要 你passport number 然后这边也有一些 的表格让你填 所以基本上 它整个流程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 把玩一下 然后我下一节课 再揭晓 因为这个 就像我刚才之前问的 这个航空公司 把整个订机票的流程 就是设计的 跟其他网站都不同 然后他们用户的反馈 其实在去年已经出来了 就是它的结果 还是蛮出乎意料的 我在下一次 再跟大家揭晓吧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把玩一下 然后比较一下 跟国内的航空公司 或者是比较一下 这些登录登出 特别是使用大量 信息登录表格的 那些网站的区别 还是多看多用 还是这个意见 所以基本上 今天的课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继续多做研究 然后用科学的精神 去研究设计吧 就这样 拜拜